第三课 故事阅读 妈祖的故事 年假期间,外婆带承文去台南的妈祖庙上香 他们走进大殿,每人点燃了三支香 然后走到妈祖的神像面前 外婆对神像低声说 这是我的外孙女 请求您保佑他们全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 然后他们把香插在香炉上 他们向神像跪拜后,又求了平安福才离开 承文问,妈祖是传说中的神仙吗? 外婆说,不,妈祖叫林墨娘 一千多年前,她出生在中国南方沿海的渔村 那里的居民以捕鱼为生 那时没有气象预报,也没有灯塔 船只遇到暴风雨就很危险 有一次,林墨娘的哥哥在海上遇难了 从那以后,每当暴风雨的夜里 林墨娘就偷偷地爬起来 提着灯,站在港口边的高坡上 许多船只看见灯光,就平安地靠岸了 渔民还以为是神仙在引导他们 直到有一天 林墨娘被狂风巨浪卷进了大海 村民们终于发现 高坡上的身影是16岁的林墨娘 村民们建了一座庙,纪念她 尊称她为妈祖 不久,人们发现拜妈祖很灵验 姓妈祖的人越来越多 海上的马祖岛因妈祖而得名 葡萄牙人叫澳门为Macau 传说也和岸边的妈祖庙有关 三四百年前 中国沿海的居民大量渡海到台湾 他们感念妈祖的保佑 就建了许多妈祖庙 妈祖成了民间最普遍的信仰 每年的三月 台湾及中国沿海各省 大约有千万人参加妈祖的庆生活动 目前,最巨大的妈祖石像坐落在马祖 外婆拉着成文的手说 这是平安福 你随身带着 妈祖会保佑你健康平安的 成文抱着外婆说 谢谢外婆 成文记得 历史老师说过 中国人的社会 自古就接受许多不同的宗教和信仰 人们互相尊重和包容 所以没有宗教战争 我会保佑你健康平安的